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不是未準備好 而是今集星期六主場會去到另一個地方 不過無論是哪裏 我們都是香港人的主場 今日的嘉賓是傳媒大亨 當年是他將狗仔隊在香港發揚光大 到今天他就說自己過去兩年 每日都被狗仔隊跟蹤 以保安為理由不可以來這裏 他經常說民主派很慘 所以要捐錢支持他們 結果現在收了他錢的就更慘 被人質疑勾結外國勢力 他心居簡出盡量低調 結果香港政壇都一樣是圍著他來轉 我們將主場儀私到他家 但絕對不會因為轉變了地方而變成作客 主場精神仍然不變 繼續問我們要問的問題 今日的嘉賓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這個就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幫民建聯籌款 唱歌又寫了幾隻字 都籌到不少錢 都幾千萬 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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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一些竊物的電郵 都是說是黎先生你捐款給泛民 是… 廉署就來你家裏有些調查 是… 這樣就回應一些在你家裏外傳媒的提問 是… 有人就去廉署舉報 就說有泛民議員用個人名義收了你的捐款 人家也是捐款你又捐款 是… 為何搞到廉署要上門調查呢 關於捐款的事呢 我就… 不想再說 原因是… 捐款的事所有文件 是他… hack了我的server 拿了我十幾年的帳目的資料 的文件所有 這些是賊贓 沒有理由要我去證實賊贓裡面的資料 譬如呢 如果有個賊在我家裏偷一張畫 然後問 黎智英這張王永玉是否真的 我是否要回答他還是不回答他呢 讓我留一些尊嚴 我不會回答這些問題 但你之前也有承認過是你有捐款的 我有捐款 我有捐款 那現在整件事就搞到泛民一身矮 一不一身矮呢 這個就是… 看看怎麼看 因為我捐錢我不是想搞他有身矮 我捐錢是為了民主 效果就是這樣 效果就是被人侵入來 被人偷了我的東西 知道所有的東西 我都沒有辦法 不等於說我這樣 我就要內疚或者這樣 我以後不捐 我不會的 我會繼續捐 繼續捐給泛民 繼續捐給泛民 我會覺得做適合的人 捐錢去支持你自己相信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永遠不會錯 你說出了亂子出了甚麼 不要緊 我做事我是為了良心去做 為了對的事去做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呢 北京就講香港的政改 香港的政改 但香港的焦點就在你身上 就是有廉署就上 你門就調查 會不會是整個香港的民主大業 就是成也黎智英 敗也黎智英 當然不是 我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我覺得很多人在這裏 有些人為了民主 熬了幾十年 在街頭鬥爭了幾十年 我們從來都未曾鬥爭過 未曾為這些事鬥爭過 我只不過捐些錢 那是甚麼 被人揭發了 那又怎樣 你說你是一個人 但很多人都很關注你 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他跟公民黨說 有部分的泛民收了黑金 是否李娟的錢就是黑金 其實就是 他講我的錢是黑金 我想他要解釋 第一 我的錢我自己百分百一毫子 都是我自己賺的 而且我 我的銀子的來源 我的身家是很清楚的 我是做小工 跟著做工名職 做佐丹奴 做一周刊 蘋果日報 台灣一周 蘋果日報 是很清楚的 可以去公商處查 可以去稅務局查 你有多少錢 你捐了多少錢給泛民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你說你光明正大 我不等於說沒有私隱 光明正大是沒有私隱 即是他要找到我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有人問 以後你會不會 很公開捐 我繼續捐 公不公開有什麼分別 你喜歡就進來 我也受不了你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但我不會說自己公開 為何要這麼做 你知道有沒有其他金主 知道他們的錢從哪裡來 民建聯那些不知 我不管別人 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誰做 為了社會去做 我為了自己去做 我為了自己的良心去做 如果我真的為了社會去做 為了誰去做 我經常想想值不值得 我會想想值不值得 你想想值不值得 有時你會害怕 你不會做 我不會的 即是你不害怕 我不害怕 泛民現在是否只有你一個金主 你可以說 絕大部分他們的資金都是來自你 我想你要問泛民 我沒有收他的錢 我沒有代他收錢 你要問泛民 但我是捐錢 我們經常問他們 那樣又不認 那樣又不認 為甚麼呢 如果說到這麼光明正大 如果你的錢真的沒有問題 你自己賺回來 為甚麼他們不敢認 我覺得一個政黨收錢 為甚麼要這麼公開給你 因為我們說光明正大 你所有要拿出來 光明正大就是半夜敲門也不驚 你不敲門我都不會開門給你 現在有人敲門 就是有人來問 那為甚麼又不答 有人來問 他便來挖我 來hack了我的 是吧 現在有些資料說你捐了 現在有些人去問泛民 他們又不敢認 如果說到這麼光明正大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錢 你捐錢給他便沒有辦法 為甚麼他們又這麼害怕 我的錢因為是光明正大 我只是代表自己要說話 誰可以說我的錢 一分一毫是別人給我的 可以給我證據 我沒有一毫是別人給我的 會不會失望 對他們的回應 我不會 為甚麼呢 好像收好你的錢又不認 我覺得為甚麼他們要 要自己公開所有事情 已經受到這麼大的 已經受到這麼大的 壓力他們做這些事情 泛民有甚麼力量 我們為甚麼要抗爭 因為我們沒有力量 要甚麼抗爭 有飛機大炮 要甚麼抗爭 因為我們沒有力量 你這麼沒有力量 你還要道道地要求他 做這個做那個 我覺得不正確 是否因為你們沒有力量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好像黎生你這樣 勾結外國勢力 去找其他國家 更有力量的國家 你有沒有證據 我們曾經找過任何有力量的國家 剛剛有報道說 你五月在香港見過美國前 副防長 這樣便是他的力量 副防長 朋友 你剛才說 飛機大炮 是的 我認識了很多年 朋友 不一定說 中國的朋友 我才是我的朋友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朋友 你證明了甚麼 你證明了那些 你證明了那些 這麼多資料 你證明了我一分一毫 是美國撈給我嗎 你證明了我也死了 我也沒命 現在的情況 是否因為你和外國太親近 令到泛民都不敢認 好像收了你的錢 就等於勾結了外國勢力 我不覺得 不只我有外國朋友 你也有外國朋友 很多人都有外國朋友 董建華外國朋友 比我更多 所以他要說你 他要抹黑的甚麼都可以抹黑 這個不重要 我出來做事 都預料了 吃得鹹魚低得喝 好像ICAC 便來 便來 我覺得 不用做甚麼聲明 也不用說甚麼 到最後 他們查到的東西 或者查不到的東西 是最好的聲明 最有力的聲明 你覺得自己愛不愛國 我愛國 我不愛國 我不會爭取民主 我覺得一個國家有民主才有尊嚴 愛哪個國家 愛中國 我自己在大陸生活過 我也知道一個極權社會是怎樣 我也在外國生活過 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 亦受過很多民主 民主思想的分圖 使得我真的覺得民主是我應該爭取的 你覺得自己是外國 但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不需要的 我不需要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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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自己做了的事 我覺得我是 心安理得 現在北京在講香港政改 用到國家安全 其實你算不算是罪魁禍首 現在令到香港 是否有民主就不安全 是否有民主 中國就不安全 這是大家不同的意見 03年的時候 黎先生都反對23條立法 現在國家安全未立法 這是否中央不給香港一個真普選的原因 你覺得 我不覺得 他不給你 你什麼都不給你 是吧 不要把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 因為你那些傢伙上街 因為你抗爭 所以 我便不給你 他不給你 他不給你 就不給你 立法會會安心一點 國家有什麼不安全 難道你即使是泛民選了上去 做特首 他會顛覆香港嗎 民主是不安全 我不可以接受 普選是不安全 我不可以接受 極權才安全 這是兩個不同的觀念 他之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抗爭 你越抗爭 他越覺得不安全 現在就是這樣 你說我安全 你說一 我就一 說二 不如你跪在這裏 你跪在這裏活著 對不對 那我就跪在這裏活著 有關政改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談 黎先生 回來星期六主場 繼續跟黎智英談談政改 黎先生 人大常委很快就有決定 消息就說有幾點 包括繼續維持題委會 是四大界別 兩至三個候選人 還有要得到題委過半支持 才可以做到候選人 大約就是這樣 我想八九不利十 是否要先代替呢 當然不是 代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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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代替什麼 這是空的 不是普選來代替 給假的 你代替什麼 你希望的普選是怎樣 就是沒有篩選 還是公民提名 就算公民提名 我覺得現在市民 大部分支持公民提名 有一個真是合乎國際標準 你不是給假的 我叫我代替 代替假的 你幹嘛 拍玩 法文是否全部一起 否決了這個方案 應該 應該 怕不怕有人走數 我想走數也沒有用 因為走數你都不可以服眾 市民都不會因為你走數而服了 你說幾便過了 等於社會安寧 等於人們不會抗爭 等於會接受 我們給幾個人名 你聽聽黎生例如 有想過做特首的馮檢基 你覺得他會不會走數 我又不去對個人 去作任何的comment 實實 我也不覺得 在一個這麼大是大非裏面 有任何議員會走數 因為如果你真的走數 你走小的數 沒有所謂 很快人忘記了 走一條這麼大的數 你揹著這個壞名 揹一輩子 你世世代代都要揹 這些我不覺得 有人會揹這些東西 湯家驊呢 沒有簽承諾書的黃毓民 我不覺得有人會走數 你覺得他們會很團結 這麼大是大非 走數 你真的很壞 黃毓民你覺得他不會走數 我不知道 有點動搖 我覺得都不會 這樣你搞定幾個人 這樣你又搞定了我們 不會 我們不會接受 市民不會接受 你自己呢 我自己是沒有關係的 好 我們講回2010年五區公投的時候 司徒華就說 是在黎智英先生 你家裡這裡談出來的 五區公投的方案 當時就說 你希望民主黨都可以參加五區公投 但後來蘋果 日報又力撐民主黨去談判 我覺得當時來說 就是 誤信了 那時候就先代 所以現在一定沒有先代 你拿了多五席 等於 對比多了十席 都是多了直選 誤信了 然後被人誤信了 所以 這次的教訓 是沒有可能 當時來講 你以為後面有事情 一直繼續給你 沒有 沒有 就是當時是錯誤的 你覺得 我不覺得一定是錯誤 你多了十席選 比例 都不一定是錯誤 但他一度沒有跟進 所以 你知道 他沒有信用 你怕不怕你會重覆犯錯 我會 你都怕 當然怕 你自己 人怎麼會不錯 這次蘋果都叫做日日幫佔中造勢 遲些會不會變成佔中報變成代注報 那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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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絕對不會 代注先就絕對不會 但剛才你都說 你都怕會有錯誤 你做錯誤不等於 你明知假你都會接受 明知假你怎麼會接受 做錯誤 你誤會了 或者有時候做錯誤 人怎麼會沒有錯 你這次很堅定 就不會改變 我覺得不是我的問題 你看市民都很堅定 市民都很堅定 就去佔中 他佔中 你會不會去佔中 我會 你都會去 一起睡街 一起坐牢 會 會 會 其實佔中 像戴耀廷所說 他都說是一個方法 希望跟中央談判 其實是否跟做生意 我們之前開天殺價 開一個很高的價 但最後都是要有一個交易 是否最後都是要這樣 我們跟中國這麼大的力量 哪有得開天殺價 是吧 我們沒有價好港 所以要抗爭 有價好港 就不用抗爭 沒有價好港 我們有什麼力量跟他講價 如果是假的就不要 你不知道我們假的做什麼 我現在給一個假的女人 你娶她做老婆 是不是 你要不要 你會去參加佔中 會否擔心佔中 可能會收不到課 最後 我覺得去到這樣 我們盡量和平 好像戴耀廷所說 我們盡量和平 盡量用愛 盡量用我們的道德力量 去堅持這件事 我們唯一有的就是道德力量 我們什麼力量都沒有 但會否擔心會失控 有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有激烈的情緒 我覺得如果你做正義的事 就很難會失控 除非有人破壞 有人插槍 我們有這麼多群眾 都不是容易做的 你剛才說到道德 但其實很多人都會批評 一傳媒集團的一些做法 例如狗仔隊 拍人照 這些都不是很道德 我沒有道德 因為第一 狗仔隊不是我發明的 第二 如果我們所採訪的人 亂說無謂的 我們照燈 我們要求證 我認為這是道德 求證是道德 真實是道德 所以別人在你門口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有兩年多 被人在門口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兩年多是有問題 你為什麼要兩年多 為什麼兩年多是有問題 當然 如果是採訪 你要求證一件事 要採訪 需要兩年多去求證 你現在亂說無謂 我看你是否真的 我就去跟一跟 我跟這件事 我不是說 我在這兩年多 你沒有這件事 算不算自作自受 現在 我就算是自作自受 我覺得 都沒有辦法 別人要這樣做 你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狗仔隊 是去對一個新聞去求證 你不是去 在別人那裏 無一件事 去跟著人兩年 那是另一件事 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新聞說 策劃暗殺你 你現在怕不怕 還有人暗殺你 我不怕人暗殺 到現在我都不相信 那些是真的 我也不相信有人暗殺我 所以我從來沒有保鑣 我從來的手機 都是位置 你找到我在哪裡 有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沒有啊 如果沒有普選 也挺難退休 我想 蔡東豪是否你的接班人 沒有 不是 所以外面傳 沒有接班人 你會突然有一個蔡東是接班人 如果蔡東豪在我做 張劍鴻在我做 月一堅在我做 其中有一個 可能沒有一個是接班人 但我怎知道是接班人 我現在離開 我自己退休了那麼久 主場新聞已經結束了 黃慧基想搞電視又搞不成了 是否要像你這樣 大家覺得 不是太正常的人 才可以在傳媒賺到錢 我又不覺得我不正常 在很多人來說 如果要挨邊 要做保皇黨 叫正常 我不覺得我不正常 《評估日報》 其實都很影響了香港 那麼多年的政治生態 有些人很崇拜你 覺得你好像教父 但有些人會覺得你是禍港分子之一 這麼多年來 香港這麼多紛爭 香港收獲到什麼 我不覺得 我是教父 別人怎樣看 與我無關 所以你的問題 你應該問我的人 不要問我 我 一個傳媒 一個恭喜 一定有個立場 我們站在 我們認為是正確的立場 是市民 那些市民是正確的立場 我們永遠都站在市民的立場 你說要影響多些人 我就會常常變態 看風頭 我看著風頭 去變 從來沒有變過 怎麼會為了 為了影響哪些人 從來都沒試過 看風洗你 我們經常說雞蛋對高牆 那樣 雞蛋好像多了很多 在外面 但是硬撞到高牆 都是繼續爛 我們弱勢 是為正義去抗爭 你永遠都是雞蛋 你永遠都會爛 你遇到爛 如果我們去爭取民主 我們爭取正義 我們爭取公義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不會做的 我們贏 在我們的良心 我們在戰場 可能永遠贏不了 我們是否應該繼續支持 下一代去挑戰高牆 我覺得下一代會 會繼續 我想正義是每個人的良知 都會有感應 你會不會捐錢給學生 學運思潮 會不會捐錢給他們 很需要我要捐錢 但我從來沒有捐過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 我從來沒有捐過給他 會不會怕害了人 害的全都是那些 在那裡盜竊我的資料 拿出來去撥黑的人 那些人害人 我捐錢怎會害人 我又不是捐錢給人打劫 我又不是捐錢給人去強姦 我又不是捐錢去做一些壞事 開武廳開那樣 我捐錢去為正義 我捐錢給雞蛋 謝謝黎先生 這一段時間 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在高牆之下 究竟撞爛了多少雞蛋 香港人有什麼方法 可以繼續保住自己的主場 今集是這輯 星期六主場的最後一集 後會有期 接下來是港台製作 同理友親 追台可以有幾快 拿個遙控器按Menu 去設定功能 再去自動搜尋頻道 等一等 這樣就追到了 2 3 向夢想出發 鼓勵年青人 展翅飛翔 成就夢想 群星用音樂觀珠精能量 為展翅清見學員打氣 暑期押續陽光盛匯 太陽計劃2014 展翅清見夢飛行 下星期六晚7點35分 要清酒干擾上心 下星期六晚7點35分 至於 3 展翅覽 展翅 夢想出發 內容 10 1 展翅 魂 1